女星陈仙梅出道多年,外形亮丽的她,受到导演沈亿赏识,出演电视剧《一连幽梦》后打开知名度,陆续接演乡土剧,展现精湛演技,成为八点档一线女星。 2014年,她嫁给摄影师男友印第安,婚后共育两名儿子,经常会在社群上分享生活点滴。 她透露遭高速撞上,相当惊险。 陈仙梅在Facebook透露外出拍戏搭剧组车子一动,剧组车是执行车,却遭转弯车高速撞上,撞的那面正好是陈仙梅坐的地方。 那一秒,我手紧抓着车门,眼睁睁看着她撞过来,那一秒好长好长,长到我可以看着她越来越大,但是却慢动作冲过来。 长到我还在心里能念上一句阿丸了,怎么办? 当下她还想到,家里人的脸,最后车子,被撞上人行道,幸好人行道上,没人才没有造成伤亡。 车内的乘客也毫发无损,只是受到很大惊吓。 我今年车关这个月平安月,试试平安啊。 愿大家都平安。 今天回家要抱抱家人照片中车头明显被撞了。 陈仙梅前几日才发文,透露老公印第安区道垃圾时,电梯系统突然出声,大概意思是电梯客满。 电梯里的人勤往里面走进去一些,但电梯中空无一人,而且电梯是从四楼往上,种种巧合让陈仙梅吓坏。 急问印第安是否搭了那台电梯,印第安无奈回应不染脸。 这样的经历让陈仙梅直呼,好样的,整人游戏吧。 现在有水逆吗? 没有也当有吧。 水逆机器容易故障,所以,平时没在开口的电梯也说话了。 正常的,正常的,同时祝福大家平安吉祥。 近日,陈仙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近况,他透露自己经历了一场小车祸,下着大雨将孩子送回娘家,回到家后自己崩溃大哭。 因为工作和家庭的是撞在了一起,一时可能有点处理不过来。 文中他还提到,印第安要进行胆囊开刀手术,疑似是自己的老公。 陈仙梅还附上了自己的照片,照片他身穿白色条纹衬衫,头上戴着一个透明面罩,将自己整个脸都遮挡住。 虽然他穿着病服,但是看上去状态十分的好。 还有一张照片中,陈仙梅躺在病床上,戴着口罩,正在被推着,她的眼神十分迷离,应该是车祸后在进行治疗,整个人显得十分疲惫。 陈仙梅发布文章后,不少圈内好友送上自己的安慰,模特潘伯熙和演员李亮锦也在其中。 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陈仙梅,那么,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她的故事。 其实自陈仙梅进入演艺圈,妈妈就对她管理严格,希望她嫁进豪门,所以她交往的历任男友都因为没钱而遭到妈妈反对。 2013年,陈仙梅和交往五年,分手两年的摄影师潘耀璋复和,两人在内地拍戏时相识,南方没什么钱,不被妈妈认可,可陈仙梅已做好了结婚的打算。 她在2014年1月受访时直言,想奉子成婚,让妈妈没法反对。 同年6月,陈仙梅和潘耀璋登记结婚,7月便生下大儿子,2016年又生下了小儿子,组成一家四口。 直至2017年元旦,两人才补办了婚礼。 孙鹏,迪鹰夫妇还参加了陈仙梅的婚礼,迪鹰当时受访时大力认可潘耀璋,称,南方只要在家,便会主动为陈仙梅准备食物,是值得陈仙梅托付终生的人。 虽然潘耀璋算不上帅气,连陈仙梅也笑称,老公长得像非庸,但她坦言,老公在家会包办所有家务并照顾孩子,非常疼爱她。 不过,潘耀璋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剧组工作,陈仙梅需要一人带两娃,令她自嘲像单亲妈妈一样。 台梅曾拍到她带两个儿子和长辈外出用餐,看起来非常疲惫。 陈仙梅受访时也直言,有时候带两个孩子快疯了,丝毫不比当年拍八点档的戏轻松。 之前,两个儿子吃饭花一个半小时,让陈仙梅生气到直接将儿子赶到门外吃, 结果儿子仅用五分钟就吃完。 陈仙梅这样的行为看似严苛,但引起不少妈妈们的共鸣,十分认可她的教育方法。 很多人表示,妈妈对孩子妥协只会让自己更辛苦。 她近日买回一个新柜子,谁料商品负的组装说明书是错的。 正烦恼的时候,只见七岁大儿子Rider自告奋勇,竟就真的一步一步组完了这个柜子,让陈仙梅超惊喜。 陈仙梅坦言自己是个组装白痴,拆开包裹只觉得全是木板,根本没办法分清楚差别,本来还无奈地想着要不要先放置半年,等老公回来之后再试着组装。 没想到儿子自见没关系,我来。 她起初还感到担心,心想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,要让Rider来辅助,我根本不行,我完全没把握呀。 谁知道,等到真的开始进行组装后,陈仙梅才发现自己想错了,她是主不是府,我才是那个府。 而且,她几乎没帮上忙,只在儿子索罗斯的时候,从旁扶了一下木板。 眼看七岁的小孩,索罗斯锁得有点费力,她想要出手帮忙,还被对方酷酷地推开不用,我来。 只见Rider专心组装,察觉零件不太对就换一个,竟很快地让柜子顺利成型。 陈仙梅相当惊讶,过程中不断大声称赞Rider,她自己也很讶异,但看得出来这没自信的小巨蟹又有些小骄傲。 六岁的小儿子看到哥哥被称赞,也想引起妈妈注意,便几次试着抢螺丝起子帮忙,但抢到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 于是,陈仙梅提起小儿子,前几天,在学校用英文致词的事,一起夸赞。 你们各自都有好厉害的地方啊。 每个人厉害的地方,都不一样耶。 陈仙梅透露,其实大儿子,在班上是个问题小孩,专注力不足,常常分心,但我不曾带他去看过医生,因为在他喜欢的事物上,他专注认真的样子,常常让我不忍心打断他去做下一样该做的事。 我想,他是把这柜子当成一个巨型乐高在组吧。 虽然,孩子考试成绩常常惨不忍睹,但他认为书读不好没关系,天也不至于他,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兴趣比读书更重要。 而近日,潘耀璋从外地结束工作返台,按要求需隔离14天才能回家。 陈仙梅只能和老公来了一出隔窗相望,他还直呼自己要结束类似单亲的生活,心情似乎非常愉悦。 而在特殊环境之下,陈仙梅考虑到老公的安全,不希望老公在大陆和台湾两边往返,宁愿自己付出赚钱养家。 近日他就接下了电视台的八点当新戏,再次以主演身份重返迎品。 陈仙梅为家庭隐退七年,放弃了光鲜亮丽的打扮,也不是什么豪门阔态。 但他尽职尽责,成为了一个好妻子。 好妈妈,这也是他为爱付出的一种表现。 而陈仙梅已经八年没拍戏,最近参演了八点街档戏剧。 为了这一次付出,他还努力瘦身四公斤,并为了角色练唱歌跟跳舞,做了很多准备。 陈仙梅透露,为了挺经纪公司老板黄景凤所制作的八点档《黄金岁月》,他说什么都要付出支持。 在剧中饰演妈妈歌星梦娜的角色,跟童星演员也有许多对手戏。 他表示,以前跟小孩的对手戏都哭不出来,现在光排戏走位,眼睛就有止不住的泪水。 甚至好几场戏是拍完后,有工作人员对他称赞说太催泪。 跟着你哭到口罩都湿了,让他备受肯定,直呼真的是给了他一记强心针。 被问到照顾小孩最黑暗的时间有多长,他说自己的小孩是高需求宝宝,黑暗期长达三年,那段时光真的是自己咬着牙走过来。 他也坦言感谢很多戏剧跟制作人都会想到他,那时也有许多戏剧邀约,但每一次都想着小孩可能需要他,就婉拒了。 他提及今年决定在复出时,本来以为小孩也会吵着找妈妈。 后来得知小孩只是出门前撒娇闹一下脾气,妈妈出门工作后,就跟着爸爸一起玩,让他哭笑不得说,原来放不下妈妈的不是小孩,是妈妈自己。 谈及这次复出拍摄的第一场戏,陈仙梅说就是在父子纯面前落泪,当下他紧张到手都在发抖,而且频频出戏。 他说自己是非常容易紧张,又求好心切,所以对每一件事情都希望可以做到完美。 幸好现在拍戏工作,先生家事全都一手包办,唯一丁明小孩功课的是,仍由妈妈来当黑脸。 也许是做了家庭主妇多年,对于演戏方面不甚熟练,不过我们也期待陈仙梅日后的表现,希望他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